各位师兄大德,我是小赖,欢迎来到天天学习,天天进步频道,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,明观说这样做将来贫穷短命,原来福今而死是真的,没有受不了的苦,只有想不了的福。 曾经听过一则真人真事,阿里旺旺一位高管,特别孝顺,在失业有成后给他的母亲五十多万,又带着母亲去全国各地到处旅游。 在外人看来极尽孝顺,母亲也是沾了光,把一辈子没见过的没吃过的都见过了,吃过了,但是回到家里后不久,她母亲就过世了。 想至此处,原来母亲的寿数福报已经不多,这样突然享用锦衣华贵的生活。 五十万加上全国各地溜达一圈,把老太太余年的福报全部得到了,一下提前消耗完了,福报寿数消耗没了就路进人亡,福路没有了人就离开了。 这和给高龄父母大半寿宴是一样的,都是在拿父母的福报去交换,是没有智慧的孝顺。 可惜世人不知其中的因缘道理,糊涂孝顺糊涂人,糊涂送了糊涂泪。 所谓受苦是疗苦,享福是消福。 我们修道人为什么要修苦行? 一天只吃一餐,就为要疗苦的缘故,苦了吗?便是乐。 福,有音响的福和不音响的福。 音响的福是自己工作所得来的代价,能住好房子,穿好衣服,吃好东西,坐好汽车。 可以享受一番,可是,要知道想完之后,就消福了,而在福报的银行就没有存款了。 不音响的福就是在本分之外求享受,有侥幸得来的福。 好像强盗抢人家的钱,自己享受,这是不讲道理的享受,并会受到法律制裁,在福报银行的户头就透支了。 音响的福,想完之后,就报销了福,何况不音响的福,也要勉强享受。 这不但消福,而且还要亏本。 因为这种关系,福不可享尽,享尽就没有福了。 苦可受尽,受尽则没有苦。 我们做人,要明白这种道理。 在困难的环境中,欢喜皆受逆境,这样便无怨恨,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心在作祟。 世俗人是顺着生死去造业,修道人是逆着生死来消业。 无论在什么境界上,处之泰然,心安理得便不觉得苦。 所谓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,这是治理名言。 一,吃苦消业,吃苦疗苦。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,他虽有皇帝的智慧,可没有皇帝的福报。 因为他的苦没有受尽,他前生是个沙迷,因为未到受聚足界的时候就死了,所以还是个小沙迷而已。 他做沙迷的时候,凡是斑柴运水的苦工,都由他来做,任劳任愿,天天做苦工来护持道场。 有一天,他到房顶修理屋啊,不慎失足,坠地而死,师兄弟就去报告方丈。 老和尚知道前因后果,想成就小沙迷,替他聊苦。 于是对大家宣布,这个小沙迷,做事不小心跌死,对道场有很大的损失。 因为他犯了轻损常住的过错,要惩罚他。 你们用马来把他的尸体脱散为止,免得买棺材埋葬。 大家一听方丈的话,不以为然,师兄弟们发恻隐之心,不忍心这样去做。 于是共义,我们是师兄弟,同修一场,应该把他安葬,不可用马脱师,乃出钱买棺材安葬于荒山中。 这个小沙迷,因为替庙做苦工,既有功德,来生为人,做了皇帝,身为重贞,可是只做了十六年的穷皇帝。 他在位的时候,天下大乱,没有李自成造反,外有清兵清静,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 都是在忧患肩破中度日,这时是被好心的师兄弟害了他,使他的苦未能了尽。 如果他们当时听方丈的话,用马脱师,苦便了了,不会害得重贞在眉山自义,而为国殉难。 二,俯有定数,路径人亡。 所谓路径人亡,就是把一生的受用提前花光了,虽然有寿命也没有法子享用。 结果意外死亡或成植物人,路径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。 安逸的宋半堂,曾在银县做官,说银县有一书生很会写文章。 但困顿考不上科举,病中梦见来到大官署,查看形状,知道是民私。 遇到一个官吏是他的故人,因此问他的病会不会死。 故人回答,先生的寿命没进而俯路尽了。 恐怕不久就来这里书生说,生平以教书为生,没有过分的奢侈浪费。 福禄怎么先进了官吏叹息说,正因为收受别人的学费,而不认真教科, 民私认为无功白痴,就属于浪费虚耗,消除他本来应得福禄,补偿他支出的。 所以受没进而福禄进啊。 因为再三,老师属于儒家君,轻,师之一的意中。 名分本来尊贵,贪图别人的学费,误人子弟,受谴责也就最重。 有官路的就减官路,没有官路的就减实路,一分一毫,计算都不会差错。 世上只见财子或贫穷或瘦短,动不动说天道不英明,哪里知道自己耽误自己一生。 罪过多是因为这一点啊,书生惆怅中醒来,并果然不好。 临终时,把这事告诫亲友,所以人们知道了他的事情。 三,福瘦有定数,福尽寿终。 现在人讲究挥霍比试节俭,以高消费为能适,视节俭为寒酸,结果福报消耗快,透支大。 各种疾病与灾难提前来袭,阴年早逝的人越来越多。 古人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惜福修福,延年易寿。 譬如有六十年的寿命,有六十年的路,路就是物质上的享受。 你非常勤俭,到六十年了,路还没想尽,还有余额,寿命就延长,所以才晓得西福也是长寿之道。 德语古剑记载,有二位太学生,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,又在同一年考上科举,分发官职。 当要上任时,两人约定要继续保持联络,以便得知彼此的遭遇及获福变化。 结果一位被派认为鄂州教授,另一位则派认为黄州教授。 没多久,黄州教授竟然去世了,鄂州教授为好友料理后事,并且在他灵前驻到。 我和你生辰相同,担任的职务大小也相同,你却先我而去。 即便我今天就会死,至少也已晚了你七天。 如果你在天有灵,请托梦告诉我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当天晚上鄂州教授果然梦见黄州教授来告诉他。 我生在富贵之家,已经把我的荣华富贵享用完了,所以就死了。 你生在贫寒穷苦的家庭,还不曾享受福报,所以你还活着由此可知,人的受用福禄都有定数,得常常为自己留些余地。 后来鄂州教授一直升官,做到典郡之职,这恐怕是听了黄州教授的话,心生警惕,努力珍惜福报的结果吧。 四,福尽而死是真理,故当惜福少享福。 有人说,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花,不把钱花光享受,不是白赚钱了吗? 我们可以通过比喻来思考,比如一个农民对住粮仓想,这是我自己种的粮食,当然因享受,不把它吃完不是白辛苦一年吗? 这显然是愚人自觉后路的做法。 不为明年留下种子,最后只会饿死而已。 可见,不顾及后果的过分享受,将会耗尽福报,给自己的未来和后世带来无量的痛苦。 有一则公案,林朝正德三年出现了大旱灾,炼堂地方因为有水库而得以避免。 第二年又出现大水灾,也以堤坝高而没有遭灾。 邻近的几个乡连续好几年没有收成,唯独炼堂地方接连丰收,而且他们成行事得到了官府的两次免粮。 于是这些村里人廉价买进了各乡的产业,生活变得非常富有。 从此之后,该地朴素的风气荡然无存,奢靡成风。 当时,乡民陈良摩对他的叔兄说,我们村子会有奇货发生。 叔兄问他是什么原因,他答,无福销售罢了不久果然全村发生了大瘟疫,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。 先如交代员说,人生衣食财路,皆有定数,当留有余不敬之意。 过节约不贪,则可严寿。奢侈过求,受尽则终。 未见抱铁之人的好守野人的福报有限,能节约不贪着,就可以严寿。 如果过分奢侈,福报响尽了必定福尽而死。 有人想,现在时代不同了,物质条件日新月异,过时的东西都可以丢掉。 半碗饭,一张纸不值几个钱,不要搞得太约束。 这也是以波无因果的断见所滋生的邪见。 从因果上思维,就会知道其实浪费半碗饭,一张纸也有很大的罪过。 比如半碗饭来之不易,从播种,施肥,灌溉,收割,去壳,运输到最后煮成米饭。 其间有多少劳动者的心血,要耗费多少自然资源,才能端到口边,供你想用。 这半碗饭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,随意浪费不会折服吗? 实际上,因果丝毫不会空耗。 浪费财富是损减自己的福报。 因此,想起物品来之不易,业果不虚,我们不能不珍惜福报。 五,惜福不畏己,子女而识教,念念利他人。 不但自己惜福,还要教育子女,学圣惜福,为他们而惜福。 原料凡居士的妻子是一位善女人。 有年冬天,她给儿子做棉衣,家里本来有丝眠。 她把丝眠卖掉,换成棉絮。 辽凡问他,家里有丝眠,为什么要换成棉絮? 他说,丝眠太贵,卖了可以把钱送给别人。 反正用棉絮也一样可以饱满了,凡先生听了很高兴。 因为这样做,就不愁孩子将来没有福。 再来看反面例子,古时候有护妇人在孩子满月时, 请客大白酒席,杀了许多生命。 之前,有位算命先生给孩子算命, 说他一生的命运如何如何好。 可是孩子活到两岁半就死了, 妇人埋怨算命先生, 本来以为他算命很准, 为什么这次没有算对? 后来遇到一位有道高僧, 高僧说他折服太深, 服尽而死。 再看现代的青少年从小就知道享乐, 乱花父母的血汗钱, 衣服,鞋子, 用具都要用名牌。 每个月几百几千块的零花钱像流水一样用, 家长也认为, 现在时代不同了, 宁可自己苦一点, 也不能让孩子没面子。 他不知道孩子从小养成交涉的习惯后, 由交涉必然多育, 多育则无德。 长大之后, 不是成为贪官, 就是成为匪类, 花花公子, 寄生虫, 百无一用。 从结果来看, 这不是爱护子女, 而是毁掉子女。 因此, 从小要教孩子吸服赔福, 我们都应当念念关怀众生的苦难。 想到自己享福的同时, 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连饭都吃不上。 为什么不能省下自己的福报, 试给珠母友情呢? 我们应当随学过去的祖师大德, 不仅吸服, 而且把自己的福报赔给众生。 自己的生活可以倾苦一点, 省下来的钱让别人享用, 有这样的善心将来才能利益无量众生。 心中应常常记挂天下苦难的众生, 常以福报回向。 为立有勤故, 不另尽施舍, 身即诸受用, 三是一切善。 人生衣食财路, 皆有定数, 当留有于不敬之意。 过节约不贪, 则可言受。 奢侈过求, 受尽则终。 未见爆铁之人的 好手野人的福报有限, 能节约不贪着, 就可以严寿。 如果过分奢侈, 福报响尽了必定福尽而死。 好了,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,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, 天天进步频道,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,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我是小赖,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